大家好,我是吳仔 大家好,我是OK仔 我想起以天屠龍記,決戰光明頂 四大互發,加這些前朝高手 出來圍攻張無忌 這些劇情和喬端 往往都會在任何形式表達出來 今天說這位,經常戴著鴨嘴那位 好翻啊他 好翻,好出奇 我不是說他好翻,走出來說話 有事就新聞,沒有事就應該 是不是?你講比數,他們在講幾個Percentage 哇,你低過千分一 今天要講的就是四大專家 那些醫學專家,當然不是我們搬專的老人家 那些四大專家出來講,醫學專家 就是要放寬施壓,就是要向港府施壓 你應該看到的情況 建議吧,用溫柔一點的說法就叫做建議 集體建議 Advise 集體用數據,其實都是講道理,談而已 理性分析 不是,開會是要聊天的 不是,李家超的你 哇,你這麼快 這樣吃啊,有些人會吃下去 給個like先 沒錯沒錯 關呢 現在看風,如果你馬會開盤 亂說,如果有東西開盤 就是九月宣佈了 就好像是1.1多 如果用兩個星期前來講,應該他也是 兩個星期前25倍 就是,大冷門 然後20大高峰會後就3倍 現在就1.1倍 本來打算,大家都在估計20大 我這樣就推測 賠率有變動 是啊 其實有20大的消息之前 大家都覺得是OK合理的 因為你看到的報紙都說 超哥打算做秘密武器 你這個秘密武器也很不秘密 連你都知道 現在說了出來就沒有秘密 其實不算是秘密武器 哪怕 一招 其實大家坊間的推算也沒錯 因為20大10月16日舉行 特首新一屆的施政報告 在10月19日就拿出來說 按道理就是20大之後 大家按張牌去打 你一定是這樣打的 沒錯 但是你看到 突然之間鏡頭一轉 整個香港風雲色變 你看到很多人出來 群起 還有你看到形勢 其實我們等不到一個月 什麼叫等不到一個月 有什麼事 你看到很多報道 昨天說的郵輪 就走了 那些我們說超哥引述 說什麼 他要跟公眾各位高手 交代 那個很精彩 那個再說而已 現在四大互發 出了四招 說什麼 他聯合出一招 袁國勇呢 康復之後出來 是不是 其實他也算是什麼 什麼 好像這麼多波疫情裡面 第一次聽到他中 是 這個又好像是 但是不要緊 他人沒事 走出來 說話又不一樣 病完之後 立即找四大互發 連自己四大互發 一起出來說 這個故事 開始就說到 如果要連戲 上回說到 曾經盧寵茂說 要口徑一致 跟他本人 應該說 或者跟政府 口徑一致 才對外公佈一些事情 似乎 有言論自由 討論疫情的專家 那袁國勇又改了後方 又改了後方 改了後方 那天說袁國勇也說 就算政府方面 也尊重一些專家的意見 其實 這個時勢 袁國勇 連同四位港大專家 我又寫信 這次不是說電話 贊文 電郵也不是寫信 什麼年代 贊文 贊文 就說 叫政府加速復償 袁國勇 標題寫什麼 新冠疫情勢將盡 香港復償心所往 好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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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教授的 挺好文采 對 馬上跟他對 好極 歌頌 其實後面 復償心所往 是 大家對那個解釋是什麼 即是大家想 一致認同 心所往 即是想 大家都是想的事情 去這樣做 再變奏一些 好像之前有官員這樣說 早前我們說的 香港現任的官員 四個字 是嗎 有四個字 即是 官員就用四個字 是嗎 用四個字 解釋了這個叫做 復償心所往 當然 現在他們 對 是不是用0加7 還是怎樣 我們看看 袁教授突然之間 現在出來說的 因為他聯同哪幾位 專家說話 因為 其實看來 形勢也是 強的 什麼叫強呢 就是 開關的呼聲很高 這個文章 由香港大學教授 香港醫學院生物化學教授 金冬眼 港大醫學院微生學系 講座教授袁國勇 和香港 港大 微生物學系 名譽助理教授 龍鎮邦 和醫學院的微生學系 臨床副教授 陳福和 一起 讚寫的 在報紙 或者 一個 文章上面 他們一起寫這句話 那裡面說些什麼 他們這個文章是聯名的 之前不是試過一次的 之前試過一次的聯名就是 大家記得 又被人趕回頭 對 這次再來 不開我會 武統有勁 你不要說 是這樣的 但是現在好像聲音又大 那你又要善 對嗎 很善 即是看他 感覺自己 其實他們沒有變 今時就不同 往日 袁國勇一向都叫什麼 他說搞了三年 還搞 你有書有仔 以前讀書在外國 對嗎 那你個個都有書有仔 香港 所以 其實他們沒有變 他們的觀點一直都是這樣的 是的 只不過當時的形勢 不容許 或者環境覺得不是合適 政府研究之後 這次呢 你見到 那個聲音實在都比較大 所以我之前一說 哇 最近每個人都在說0加7 還是怎樣開關 那種聲音是越來越強烈 也是 可以這樣說 比較一致 整個社會 就像他們所說 那真是 大家都是看快些開關 文章裡面提及到一件事 就是2020年到現在 新冠病毒株不斷變異 Omicron變種病毒性降低 傳播力增強 兩件事來的 病毒性降低和傳播力增強 是兩件事來的 哦 即是正反兩義那些 傳播力高和對人的病毒性低 就是那個毒性低 其實好像是很矛盾 但是我們的重點就是 對人的影響有多大 無所謂的 學專家說的 不是無所謂的 因為他們說 最重要醫療系統不要打爆 這樣 最重要的人不要有長期病患 現在如果每個人都沒有長期病患 死亡率可以告訴你 是差不多0 但沒有可能的 最重要大家身體健康 這個亡系是身體健康的 今天做運動沒有 做運動沒有 做運動沒有 踢手踢腳也好 裡面我們之前說過很多 其實有些項目 我們之前也說過很多 嗯 說了很久 袁教授也有提及 不過待會再跟大家說 他裡面說到繼續 接種三針 這個對原型病毒疫苗 或被不同的病毒株 自然感染後 受感染的機會 就大大降低 這件事 他之前 他們也是這樣說的 就是說 什麼 將人打側 什麼 早期 都還沒去到 九千多 六月 六月 七月 已經提及過一個說話 說法 就是用這個混合免疫方法 給病毒低度傳播 加上高接種率 整個香港人的群體 自然提高了免疫力 這就是他們繼續說的說法 令到受感染的機會大大降低 再減少重症和死亡率 這次他們不是用減少的 他們說 用這個方法去做 出現重症和死亡率的機率 是近乎其微 哇 近乎其微 即是告訴你 就算你現在 用這個叫做受感染 有人感染 再加上本身大家有打針的情況下 已經足夠了 這樣 我心目中 覺得比我心目中快了 你說如果這個所謂的1.1倍的 賠率要開關 是 我真的想著是 我其實是想著20大之後 再想 應該 而你等了這麼多年 你沒有期望 沒有失望 沒有失望 免得了 很開心 但現在 你真的 我覺得這個風向是要想著去哪裡 現在 本來 天文台路徑 還在南海 福利賓海 那台風 即是你準備要去超級市場搶東西 沒有 還有幾天 然後跟你說 還有幾天才到 你覺得還有幾天 原先是這樣的 計劃還是搶什麼 但是 現在就是這樣 原先的計劃 就是 風未入南海 突然間 一調醒來 已經說進入了400公里 哇 做什麼事 那種突然間 那種突然間 快了 也有一個多月 起碼 整個月 快了一個月 給我思考 施政報告 10月19日 今天 20日 9月20日 足足一個月 潑到行 是啊 當然 現在他們繼續說 其實 就著現在這個情況 你放寬 其實都跟大家說 那個憂慮可以減少 因為就算病毒有新的變種 再有免疫的逃逸性 即是說到它會曉備 小成 但是 現在的疫苗 都是有助 幫到大家 其實它這個位置 就是 跟大家說一次 打針也是有一個好效果的 這樣 另外 這幾位專家也都認為 將來出現高致病的 新冠病毒變種 即是再新變種的機會率很低 隨著 全球 大多數人都通過疫苗接種 或者自然感染 能夠獲得 Omicron的變種免疫力 會對病毒 進化 構成競爭壓力 所以 未來 一年 到兩年內 很大機會出現一些 能夠 新 即是再見到一些新的病毒變種 但是 但是 它未必 那個病毒量 或者毒數 沒有那麼厲害 他們覺得 是不是 其實 它說全球 不是只是Omicron的 你看得到 即是不同的病毒 什麼流感 禽流感 等等 很簡單 如果用一個生物學來看 病毒都想生存 都要生存 就不想整死那個宿主 是的 它為求生存 它指流越變越弱 但是傳播力越變越強 才能夠生存得到 這些是科學 OK 這些是這個 藩籍 科學 所以不是說科學 就是彭祖幾百歲命 那時候 為什麼我們現在短了 聖經幾百歲命 對 Exactly 但是我們現在很多人 所以 有些人在說這件事 另外 又說死亡率 看看這四位專家又怎麼說 這四位專家說到 從六月起 疫情操略 估計死亡率已經下降到 0.097% 現在更加說到有效繁殖率 低於一 低於一 所以 所以 他們說 季節性的感覺 就越來越明顯 基本上 跟季節性流感相近 大眾 應該開始明白 新冠病毒感染 已經在香港 扎根 成為封土病的事實 嘩 這些 你不要標籤它 你不要標籤它 新冠病毒 我覺得這些 你試試拿回一年前的文章 你看 他未來 他現在很多文章 哎 你說 哈哈哈 就是你 不要說這些 壞鬼 我明白的 因為你 這些東西變了 他現在說到 新加坡 什麼 躺平 我們有兩個詞語 新加坡就是躺平 是 他做新冠 新冠病毒 你隨便說 這隻東西 他都變成不知叫什麼 這隻所謂的病毒 他其實很差 他還保持在流感的死亡率之間 是 是 還低於他最高的死亡率 最高的死亡率 他和最低的死亡率 他在中間 是 那就是流感 當然 新加坡的數字也好 你現在專家看的東西也好 他都解釋了給你聽 是不是 政府也有政府的看法 不要緊的 我覺得很搞笑 這件事 現在市民的角度就是 我們又知道死亡率 了解了整件事 其實這些數據 以前是專家才去研究 現在全民都在研究 我們都要研究一下究竟 什麼 你想想這些東西 你說研究微生物 那專家研究 瘋了 原爆粒字我也不看了 沒事 你走 你上班吧 你死仔你炸病 我打你 你明白嗎 難道你跟我 你以前的世界就是這樣 媽媽這樣打我 跟老闆說 今天空氣污染指數極高 不上班了 他現在的情況 小朋友都需要保護 你明白 一千八百幾個學生 總數六千多 是啊 奇怪的 那些學生 那些小孩子就 強身健體 要怎樣去強身健體 保住大家 死亡重症 你不要讓他攀升 這也是一個重點 你這樣發育時期 套衣連口罩 你說那些小孩子 一會兒告訴你 他們裡面有說 真的嗎 其實這個問題 我們之前也有說過 其實你想一個道理很簡單 你長期穿著風衣 怕冷 你怕冷 你不是想怎樣去做好身體 調理好身體 不要說中醫 阿Yuvida 即是古印度的醫術 都叫你提倡你五行平衡 對不對 你才可以令到你個人自然 沒有那麼多病痛 對不對 明白的 其實他們繼續這樣說 袁國勇等這班教授認為 社會應該尊重到現在未打針的市民 此其一 要尊重一些不打針的市民 在一個復償計劃之下 他們可以每一天做抗原測試 一旦感染 盡早求醫 並用口服抗病毒藥 政府也要考慮盡快落實 第四階段的疫苗通行症 取消 餐飲場所營業時間 和每台人數限制 並容許打齊三針者 戴口罩下回復正常生活 香港絕對有條件轉一步實現 以檢測代替0加7的方案 甚至乎更加進取的方案 加速邁向復償 這樣說 即是告訴你 大家不要再斟著那些位置 很簡單 你這件事對大家 會覺得 不是呀 坦平不行 有些人更加說 新加坡現在這樣 看他什麼時候滅國 這樣 一開關 有他做 即是滅國的意思是新加坡病毒 是嗎 有網民 就就著 新加坡現在搞活動 當然感染 人們就說 看看他會不會滅國 我怕人們誤會了 在經濟方面 不是呀 整個新加坡會收皮 那儘管看看 當然 當然 他們對這個疫苗 將來只是全球只剩下華人 是嗎 全世界都這樣開發 是呀 咦 這個東西 有他們的看法 因為其實還有 裡面 袁國勇等 這班教授 繼續講到什麼呢 公立醫院方面 就是要採取有效感染控制措施 例如 不用限定病毒量 跌到某一個水平 才能夠出院 令到公立醫院能夠疏到患者 保持出入院人數平衡 病人出院不流暢 減少滯留等等 這個方面就是 對於現在政府 就是盧寵茂等官員 擔心憂慮的醫療系統會不會爆炸 那方面 對嗎 他們現在就說 這四位專家就覺得 香港現在的環境 已經建立了防重症的屏障 是時候考慮變陣 盡早放寬復償 令到市民在冬季來臨前 有足夠的混合免疫力 去抵抗 接下來冬季可能流感 再加Omicron這些東西 所以他們說幾件事 面對新的情況 新的問題 又好像我經常說 因時而際而 以新思路新舉措去應對 要變 告訴你要變 因為其實 袁教授 他們 我早前見到他出來說話 他說對於戴口罩 什麼時候脫口罩這個問題 他都有一個獨特的見解 他覺得最遲才好 大家不用戴口罩 他的見解是怎樣呢 就是因為 我們實在戴了太長時間的口罩 我不會脫口罩 如果 一早脫口罩 對於一些年輕的人 會有很大的風險 就是因為他們 就像你剛才所說 少做運動 少接觸 我們大人都說 可能經歷過很多年的 近這三年的長期大口罩 這麼說 一個很科學的說法 我現在能夠接觸其他病毒 去鍛鍊我的抗體 就是吃飯的時候 出去外面 所以 這件事情 我們之前也有說 反而變成那個時間 我才可以脫口罩 我們一脫口罩 我們一脫口罩 其實我覺得 我自己覺得 人是最容易 馬上有感冒 如果是冬季的時候 會啊會啊 因為人態 他那個空氣 太久沒有 就是沒有filtr 我們太久沒有filtr去生活 香港本身是易感冒的 他的潮濕四面環海 他的濕氣重 他乘載早些病毒過來越遠 沒錯 乾燥熱就好些 他在香港經常濕冷 所以很多病 現在這四位專家說的 重點就非常簡單 其實是封土病的 是時候怎樣去 邁向一個復償的階段 當然 袁國勇說這些 一月的時候 就開始說了 已經九月了 是啊 等到了 望穿的秋水 我都說你看看文章 望穿秋水真的要去到秋天 真的 我真的想唱 不知何年何月 得常所望 袁國勇每晚都唱 得常所望 得得常所望 這次真是衛少寶 除了這四位專家 連國勇和何柏良都繼續說話 是啊 快點取消 都和袁國勇他們說話 都一樣 快點取消糖食人數時間限制 是吧 那他們其實說 這個情況 大家都明白到 因為他說 現在呢 香港的復償步伐 可以加速的 認為 為什麼呢 因為香港的疫苗接種率是不錯的 打兩針和打三針 兩針已經九成 三針已經七成 他說這個數字 這個數字已經是非常理想的數字 所以他認為現在現有的情況 配合袁國勇講的講法 就可以加速了 其實專家每個人都拋出來 另外,我再說這位前局長 都出聲了,大家是不是 唉,我先說一份 前運防局局長張炳良 在報章撰文說 警告,他警告,如果疫情處理不善 將會造成管治危機 張炳麟說,由年頭 第五波疫情令香港幾乎淪陷 成為壓倒林鄭政府的最後一根稻草 但是現在疫情的質變了,遊戲規則要改變 所以他建議現在的領導人士 盡快鬆綁,社會復償 張炳良的看法就是 從客觀上看得到的 社會已經形成了一個免疫屏障 又是用專家的看法 雖然感染人數多跌 幾快,八千多 一聲哭,六千多 但是重症 又是重症 重症死亡率是下降 病毒傳播力快變種快 亦趨向風土病,殺傷力已經減弱了 不應該用舊眼光看未來的去向 所以他說 如果香港長期處於高壓的情況 社會經濟將會內傷不止 哇,張炳良你厲害 你真是攬著這排的人所說的 哇,整個國家之大成 哇,拳均大懦義 我講的 是啊,他說 他在《明報》撰文說到一個重點 就是說 現在不容許手朱代肚 人和商戶企業 總沒有辦法無止境地守下去 去到一個不知何時終結的結局 要不然 就會手術成功 但是病人死亡的情況 所以他說 在一個不知的情況下 應該確定了一個方向路線圖 這個是民心所向 前局長張炳良用民心所向 那專家就用了 剛才袁國勇就說 復常心所往 其實是同一個道理 現在告訴你 是的 要是快的 所以 他說政府不能夠漠視 張炳良也這麼說 當然 他說疫情是否尾聲呢 他都不知道 與病毒共存 又批評為躺平 他說 實情是病毒不斷變異適應人類應對 共存是客觀的狀態 而非主觀的選擇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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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事都會令到中央去反思 如何去做好精準防控 減少代價 我覺得他說話挺厲害的 張炳良這個時候 出這些聲音 他之前做甚麼 甚麼運防局局長 這麼多人說話 每天都讀文 聽他說話 順暢的 是順暢的 雖然都是 人家甚麼 習國家之大成 但是他 那些東西說得不錯 好聽 是的 那個是你主觀的願望 和客觀的事實 是兩回事 有些東西是告訴你 所以大家 現在都不再在那個位置上 斟著 我覺得他包裝得不錯 現在 哈哈 那些是你學習的 大哥 我們這些多農你學 多農 多大人 當然有些 皇上跟前的紅人說話 特別好聽 所以不要緊 怎樣也好 你看到這次四大高手 再連前官員 都密密出聲 其實 信息我猜都收到了 是吧 看看超哥 一會跟我們說甚麼 我們一會研究一下 超哥那一部分 因為今天 已經很多事發生了 一會跟大家跟進一下 今集時間就是這樣 下一節再講 bye bye